都说娱乐圈就是个大染缸 在圈里有过视野巅峰和低谷之后 还能保持赤字之心的人少之又少 但万启文就是其中之一 前不久退隐多年的马晓玲饰演者万启文出席活动 时隔多年出现在大众眼前的她 跟20年前几乎没有差别 气质娇俏 眼神清亮 一双鼻子长腿依旧肿默 不难看出她是被生活宠爱的女人 当时年仅19岁的万启文意外参加亚洲小级选秀 她并没有多重视这个比赛 却没想到自己一路杀到了亚军的宝座上 要说万启文之所以观众远好 除了长相清秀可爱 她拿一双纤细的大长腿 更是给她添了几分令人味 身高1米71的她 腿长居然有足足106厘米 纤细笔直 肌肉线条紧直漂亮 被港媒封为香港第一媒腿 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舒气的嘴 万启文的腿 有了这样的心情条件 万启文很快切入亚世 一出道就是司机大佬这样的大热剧 虽然当时她的演技青涩 可嫁不住观众喜欢 就这样一步接一步的电视剧后 万启文成了当红花旦 一时风头无量 在她最当红的那两年 几乎是拍一部戏 火一部戏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和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这两部约一出 更是让她的名字传变街头巷尾 演技日渐成熟的她 还获得事后的殊荣 万启文事业丰收水器 爱情却异常坎坷 最火的那几年 万启文遇见了她的爱情 一开始是在拍摄 《大地情与点森巴》中 认识了男主角吕宋贤 两人像是镜头玉玉一般 打得火热 但几次纷纷和和后 还是没能在一起 再后来 万启文就再次因其生情 爱上了真子丹 可当时的真子丹 已经有了怀孕的妻子 为了跟万启文在一起 她顶着流言蜚语 不惜离婚 而后更是公开表白万启文 当时的万启文 架不住真子丹的猛烈故事 很快就表示 此生非子丹不嫁 两人的恋爱脑 为他们惹来了 许多外界的鄙夷和指责 加上当时的真子丹 事业远远没有万启文成功 于是她决定远赴美国发展 与万启文分隔两定 万启文一开始并没有觉得不妥 她也从来不在意别人的评论 可是渐渐的 异地分居和性格不合 让两人频频爆发争吵 最终选择婚首 之后的万启文 便心喝意冷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事业上 女生总不缺少追求者 许多富商在万启文恢复单身后 也都向她施好过 可是万启文已经无心恋爱 在她看来 两亲相遇 永远有世俗的条件来得重要 直到拍摄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时 她遇到了陈十三 两人迅速被对方吸引 仅仅用了七天时间就确定了关系 就往四个月 就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婚礼 原来陈十三早在万启文刚出道时 就对她一见钟情 只不过因为自己的不出众 不敢靠近女生 没想到多多转转 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一起 万启文说过 两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之前的恋爱都要谈好几年的万启文 迅速便确定了陈十三是她的爱情归属 时至今日 万启文和陈十三 还时不时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他们的甜蜜生活 因为万启文拍戏时身体落下冰根 不易生育 陈十三便颜色的局所 带着丁克一组 然然还收养了许多流浪猫狗 称这是甜蜜的负担 这一系列秀爱的操作 可以说羡煞旁人了 万启文这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 先天条件好 后天也很努力 有过万人空向的事业巅峰 也有回归生活的平淡幸福 年过半百 一宗迷念如少女 着实让人羡慕不已